我身上這件Oversize的帽Ti呢 是從去年熱賣到今年的款式 那除了基本的顏色之外呢 今天會幫大家介紹新的顏色 那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件是黑色 我搭配今年最流行的豹紋仔裙 加一個黑靴 那我現在穿的是暗紅色 我搭配一件刷破的灰色牛仔褲 這樣穿起來風格比較休閒 那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件是可可色 我搭配一件點點窄裙 然後加上一般的黑靴 我現在身上這件是麻白色 那我一樣搭配基本的刷破牛仔褲 跟一雙反布鞋 那還有這種基本色的白色 咖啡色 草綠色 我現在身上這件是去年最熱賣的顏色 是韓國灰 那我搭配一件格子的窄裙跟襪靴 這件非常流行灰色系的衣服 那除了我身上這件可可色之外呢 這邊還有玉紫色 灰藍色 淺灰色 那我身上這件是帳青色 我搭配一般的牛仔短褲跟反布鞋 是一個踏青的穿搭 那這種藍色系列呢 還有寶藍色 那喜歡這種粉色系搭配的女孩們 還有蘋果綠 劈粉尼綠 還有一件 雞粉 那我身上這件是麻水藍色 我搭配白色的白褲裙跟帆布鞋 這樣穿起來像韓妞的風格 那除了這個麻水藍色系之外呢 還有一個 那我身上這件的話是桃紅色 它是比較亮色系一點 我搭配白色的褲子跟 一樣帆布鞋 整個穿搭看起來比較亮眼 那喜歡這種亮色系的朋友呢 這邊還有 芥末黃 橘色 雲光綠 那我身上這件是卡吉色 是我最喜歡的顏色 我搭配我平常會穿的黑色皮裙跟挖靴 那這件帽T的特色在於它有大落肩 大落肩的話就是男女都可以穿 然後它還有帽子加大的設計 我身上這件是復古綠 那我搭配宅的魚尾裙 然後還有襪靴 所以這樣穿起來的話是比較有設計感的穿搭 那這件帽T呢 它是外磨毛的設計 所以它比較不容易起毛球 那這件帽T呢 主要還有它裡面整件都是內刷毛 是非常輕膚的內刷毛 那通常一般的帽T裡面 可能就會比較偷工減料是白色的內裏 但是這件的話是完全就是 正反兩面都是同色系哦 那我身上這件是粉紫色 我搭配一般的牛仔裙 然後還有白色的靴子就是最簡約的穿搭 今天為大家示範了熱門色 還有新色的穿搭 那這款總共有30個顏色 大家喜歡哪個顏色呢 今年就是要Oversize的帽T 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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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C